看看国民党的造势行程 来看看民众党 柯文哲大动作被说是在拉韩粉的票吗 蔡壁如的造势场合 它是蓝白合作示范区 竞权总部成立的时候 背板有两套 邀请函有两套 牵涉到竞权主委是卢秀燕 在场的时候是一种背板 等到柯文哲来的时候 双方王不见王 绝对不会有两个人巧遇的情况 那么除了这两位大咖 不要碰到面之外 其他的立委小姬也都会互相帮忙站台 而旗帜上面显得什么 柯批韩粉来了 就更多的年轻的韩粉 有这样的大旗吗 那么其中他的主持人之一 是前民进党里长陈清茂 而林国庆也说 他跟蔡壁如互相站台 两个人都在监困选区 所以羡慕他有市长卢秀燕 可以担任竞选主委 其实这也是真的是 台湾选举史上很难得 这种跨政党担任竞选主委 而且双方是唯一蓝白河 合作的这样的示范区 而共推韩国瑜作证 国会吗 民众党的立场是不是如此 许甫说 倘若被列为国民党部分区第一名的 韩国瑜被提名为立法院长 民众党已经提前表态会支持 所以这也是柯文哲的意思吗 那当然要打韩粉牌 也是因为韩国瑜你看看造势 会场抵达的时候的人气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 这个画面是在淡水区 只要他要进场的时候 看到的人潮流之外 那个热情的程度还是在的 就好像2020有一些温度的延续 到现在仍然得到了支持 所以这样的站台韩粉的支持度 科匹当然也是要的 所以再来看看韩国瑜神经自爆 他投民进党过 我相信很多台湾的民众也许都有这样的心情 当时的期待 但是今天的喊话呢 是要让他们下台反省吗 听听他站台的谈话 为什么要成立特征组 特征组就是专门针对立法委员 部长 行政院院长 五院院长 总统 副总统 特征组就专门办他们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一直正要废掉特征组 这是帮贪官开了绿灯 开了一条高速公路 因为人气高 所以甚至柯智恩碰到民众说 他要投韩国瑜 骗票上没有 柯智恩就妙回说 政党票只要找个像光头一样的车轮标志就对了 但赖清德为什么这个时候连续两天 武林高手说要打三招 第三招再打他就要还手 但目前赖清德打两招 为什么赖清德要叫战韩国瑜 有很多的分析 其中着容太酸 高雄市民第一拳韩国瑜就倒了吗 游锡坤说韩国瑜过去不是也有批评过别人吗 显然是未来的竞争对手也讲话了 那狂吹政党票 赖清德夸奖游锡坤说 对台湾贡献是韩国瑜的百倍 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的 他说因为创党元老游锡坤对台湾的贡献 所以一定要支持民进党让国会过半 我相信他这个逻辑大家都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游锡坤对台湾贡献韩国瑜百倍 为什么就因此要民进党立法院要过半 其中他们当然全力想要在政党票上面冲高 所以不分区在安全名单边缘的王毅川 就成为最近一直强力帮他拉台的一个对象 我观众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 一开始看什么叫做叫小贺是什么 我想说是叫小云不是吗 这大小云很红 原来是台语啦叫小贺啦 就是赖清德台湾特别帮他站台喊说 他有胆识有尬词 所以呢安全名单在哪里 韩国瑜就在哪里 他拿来消遣国民党的啦 消遣韩国瑜说要跟韩国瑜挑战 但这样的方法有用吗 而赖清德一改过去猛攻韩国瑜的态度 这个韩国瑜就 不是黄阳明就惊寒 国民党放对了 为什么 看到赖清德打他反而觉得对了呢 他说因为民进党以为说 四年前讨厌韩国瑜的氛围还在 所以如法炮制要再打一顿 但这时候民进党还没有搞清楚的是 现在年轻人已经觉得韩国瑜不差了 帮他平反了 为什么 包括了你看那时候挖呀挖呀挖的杀石场 全部没挖出什么东西来 王立强案现在变王不强 就是一个骗局 向心都无罪回去了 被白白扣押了四年 那么新庄王小姐的案子当事人道歉了 爬树灯隔热 后来防疫不是都往高出去 那农舍为鉴 当初一天就拆对比赖清德 所以在网络上很多讨论 是不是说韩国瑜公道了 如果韩总跟侨王比一比 当然就会有一些道德价值上的标准 可以做比较 所以现在再打抹黑有没有用呢 亮哥在看这个韩粉牌的时候 磕阵营当然还是强力想要拉这一块 也的确有很多的在 蓝白河潭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韩粉转为磕粉 的确是有的 但现在是不是在这个 韩国瑜跟赵花刚副手都出现之后 已经有回归的现象了 韩粉只要是 以前支持国民党的都回去了 因为韩国瑜自己还是有一些 我们讲基层的不分党的票 所以那个就是完全属于 韩国瑜个人的 可是我认为只要国民党 因为现在侯友宜的国民党支持度 已经九成 这个已经紧绷了 就是到这里 赖清德也是九十 所以目前两个人就是 在政党方面 你要再增加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外扩 要去增加那个中立选民 中立选民很多都是年轻票 所以赖清德会领先就领先在这里 就是他的年轻票比你多 就是这样 因为民进党的政党支持也下降了 因为执政实在太差了 所以现在两个党的不分区就会差不多 因为政党支持度差不多 所以你从这里角度看 他去奢想王毅川可以补进去 那简直是天荒夜谭 因为王毅川排14 民进党上次跟国民党不分区都是13 这次上次一定是2 是啊 是嘛 所以王毅川怎么可能上 当然除非如果万一赖清德当选 他可以叫人家入阁 那王毅川也许递补得到 不过就是说 这个事实上民进党也在 因为民众党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 因为有一些人会因为 比如说总统认为 柯P上的机率越来越低 那他就会有分裂投票 而且我们台湾有不少人 会有这种分裂投票的想法 就认为说立法院不要让 两个大党太大了 让小党有点空间 不然你没有办法理解上次时代力量 怎么会有三席 上次民众党是五席 这个都比预期要高 就是说有些人真的到了最后 就说照顾一下 民进党也一样 民进党也有一些人会去投时代力量 我就认为说还是要有一点不一样的声音 这个 所以我认为 王毅川十四这个上的几率 我看不到1% 不到1% 这个是安奈钦德 他这种战法也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民进党也知道他的 国会要过半难度非常高 所以他就拟出距离当选 有一点距离的就拼命站台 比如说他认为 他认为现在大概过关 大概这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他认为过关的安全名单 只有50席 现在恐怕不是不到50 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很危险 都很有问题 所以 比如说我们讲的中和地区 中和地区江永昌没有选 江永昌事实上就是一个 因为他的家族有跨国民党 以前赵永昕跟他是亲戚 是 那现在你吴征就是一个空降的 那完全用空气在选 网红模式 完全用网路文宣在选 那这种就是 你都是 你平常根本就没有经营过这个地方 那你要选上 这个情况就跟黄杰一样 黄杰也是飞过来的 知道民进党这次 就是有很多现任的不选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危机 然后你看赖清德他提名的过程 那个民主大联盟也掉了好几格 几乎都掉了 怎么他对那个 鸡排妹呢 世人不明到这种程度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民进党 事实上也开始面临了 亲黄不接的现象 就是有一些人 坦白讲江永他没有选 可是有点意外 还有比如说季隆的蔡世英 蔡世英也没有选 对不对 所以在事实上有很多地方 没有选的就另外一回事 现任的也很多都非常危险 比如说郑云鹏 郑云鹏那一局我认为 刘许霖是有机会赢的 那个左南刘世芳也没选 李梅真也有机会当选 就是这样 所以跑立委会跑得非常的激烈 就是这样 所以才会民党爱信德 现在反过来要想办法冲 立委席次了 这也是他现在转一点风向 抗中牌稍微放缓一点 来打不分区立委的原因 其实这也是一而二二而一 也就是如果他能够把立委席次冲高 第一个保障民进党在国会 还是绝对多数 另外一个对他自己的总统选区 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如果他立委能够选得好 他的总统自然也会跟着选得好 这个其实就是助人也助己 可是我觉得他们忽略了一个动作 也就是 就是今天他们锁定韩国瑜这样去打 他们认为说 希望复制四年前那种讨厌韩国瑜 讨厌国民党 那拱图都还banban 很方便 可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注意到 经过四年时空环境已经不一样 韩国瑜已经被民进党洗白了 因为民进党乱七八糟作为一大堆 真的是把他洗白了 包括我当年印象最深刻 韩国瑜去爬个树 看一下树洞里头有没有积水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 然后他们就说他像猴子一样 什么东西 结果这一次台南登革 罗一军连屋顶都上 罗一军是防疫专家 人家连屋顶都爬上去了 那你要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无从去讲 所以你看网路上的整个风向 其实都不太一样 四年前我们都可以看到 只要韩国瑜出来 大家就嘲笑他干嘛 可是现在 当然还是有几个人讨厌韩国瑜 可是你会看到七八成的年轻人 要嘛就是对韩国瑜就是出现不置可否 要嘛就是反而会直接讲 说他现在看起来 其实当初让韩国瑜算 搞不好还比较好 其实很多人就会开始这样想 会觉得说当初是不是冤枉了韩国瑜 那甚至你看民众党也是很厉害 许甫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讲 这一定是民众党党内的决定 因为许甫是党的副秘书长 他总不会是他个人的想法 那为什么要这样想 其实很简单 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 四年前民众党跟韩国瑜是切割得很厉害的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当时柯P 虽然柯P一度看起来好像 韩国瑜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跟他麻吉麻吉的 可是等到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柯P跟他是划清界限 甚至还在拴他 那这次为什么又回来 表示柯P也知道 韩国瑜现在跟四年前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的眼睛都是血量 都在做对自己最有益的事情 那反而是赖清德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是蛮讶异的 照理来说赖清德应该 他旁边的幕僚一样 他们整个民进党党内的分析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这个策略恐怕是不对 然后特别是我看不懂的一个策略 叫做王毅川 抢救 抢救王毅川 然后你要抢救也就算了 因为你把它定为一个目标 希望不分区能够上14名 可是这家伙根本是耍宝的人 这个家伙就是那一个说 大陆高铁没以备的那个家伙 然后他最近一个最突出的表演是什么 是Kidang 可是我听说流量非常好 对 是流量很好 没有错 那你要怎样吗 他一个 你能够想象吗 这一个人每天要跟你讲 九天旋旅降落降落 然后就每天在跟你讲这有的没的 他认为大陆高铁没有靠背 是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你选这种活宝干嘛 其实我觉得虽然他流量很高 可是有的时候声量高不见得是好事 声量高搞不好是负面声量 大家觉得你这种根本是个笑话 你这种素质的人也去当立法委员 民进党是真的没人了吗 这种人要给他排14名 然后他最近一直要找黄国昌辩论 他真的觉得黄国昌是傻子吗 人家排名不分区第二名 你排第14 他为什么要跟你辩论 有什么好辩论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就要根本意想天开 民党如果持续这样操作下去 我觉得他政党票搞不好比 他们估算还要掉更多 立委选战我相信当事人最清楚了 在民众党跟蓝白没有办法合作之后 现在的这个合作跟静和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我们跟民众党的关系 当然有些选区还是继续小鸡蓝白和 我们都予以尊重 可是就是说以这个总统大选的部分 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我相信是无法通台的 我们小鸡基本上自己老实讲 我们也不可能请柯文哲来帮我们站台 直接我相信直接党继处分 没有什么太多好解释的空间 我这边回来讲一下我们的韩国瑜 其实让我感触很深的 就是说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 历史会给人 还给人民公道 韩国瑜在这几年 其实他其实都是一直在沉浅 沉浅 沉浅中 直到最后蓝白和的时候 他做一个统估 后来也没有 他也没有要求什么 后来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他是因为希望中华民国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回来当不分区的第一名 希望让国民党这边的士气 可以更加的团结 未来可以赢2024的这场选战 讲到不分区的部分 民进党的不分区 其实真的让人家觉得 当时觉得非常失望 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 他的不分区的人选 其实没有太大的更改 大家没有觉得吗 民进党这七年将近八年的执政 让六成以上的民众 觉得应该要政党轮替 结果他的不分区人选 还是都是一样 就是派系分赃 所以他不得已 他只要找了一个 第14名的王先生说 要保他 要保他 因为他很好笑 因为他还起当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让人民搞不清楚状况 来去忘记说 他的不分区名单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 所以刚刚兵哥讲的 非常的有道理 他就是因为让这样子 让大家觉得他的流量很高 让大家觉得说 他有点好玩 去忘记说 民进党的不分区的名单 跟国民党的不分区的名单 比起来是 国民党的不分区的名单 是相当的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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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